提起泰国恐怖片 大家一定是又爱又恨 爱的是真的很好看 泰国导演总是在恐怖的故事中 加入一些戳心的点 就比如鬼宿舍 看到最后我竟然哭得气不成声 甚至怀疑自己看了 到底是不是一部恐怖片 恨的是真的太恐怖了 当年看厉鬼僵硬和鬼影的时候 吓了好几天都不敢上厕所 那有没有又好看又好笑 又恐怖的泰国电影呢 有的 小小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部 笑了出镜又感到不行的 泰国恐怖电影 鬼夫 故事发生在曼谷王朝战争时期 一个年轻漂亮女人的丈夫去打仗了 她说话六甲在家乡等她 没成想就当女人临棚这天 发生了意外 女人就这么跟未出世的孩子一起死了 从那以后 村子的码头上 每天都能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鬼魂 悠悠地喊着丈夫的名字 不久战争结束了 丈夫和四个战友回到了家乡 许久未见 丈夫和女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诉说着彼此的思念 丈夫王才抱歉自己的儿子 兴奋地抱在自己的怀里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 经历九死一生 为的就是平安归来 一家团圆 丈夫把妻子带到四个战友前 这是我老婆 娜娜 这四位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对了 今天已经太晚了 不如就在寒舍住下 多儿几日 对边那栋房子是我姑母留下的 他死后就一直空着 你们就住在那里吧 既然听后表示 只住一晚就好了 别打扰了小夫妻的团聚 但飞燕头却很积极 他见旺子的老婆娜娜长得好看 就立马拉拢其他三人表示 旺子还拿我们当兄弟 我们不能就这么拒绝了人家的好意 来 嫂子带我们摇起来 其他人听后只好答应了 只是娜娜的脸色有些阴沉 到了晚上 许久一点的两个人坐在所廊上 花钱月下 情意绵绵 旺材一说条保证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会再跟妻子分开 娜娜听后也气不成声 就在这时 旺材看到远处有亮光 看 萤火虫 娜娜说 傻瓜 那是鬼火 旺材听后吓得连忙躲到娜娜身后 我最怕鬼了 你别吓我啊 娜娜宠宁一笑 用自己的身躯 挡住了旺材的目光 可是突然又愣住了 真相 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呢 不久 汪杰睡了 娜娜就把自己的孩子 放进了摇篮里 唱起了每晚B点的歌曲 优扬而又诡异的歌声 传遍了山村的每个角落 所到之处 村民们都人心惶惶 吓得躲在角落里 不敢出声 第二天 旺材带着四个兄弟 去集市上采购 出发时 其中的一个好兄弟 啾啾看到了娜娜 她热情地打招呼 可娜娜却面如死灰地 站在窗前毫无反应 当她再回头时 娜娜又不见了 这样原本就胆子很小的啾啾 感到了一丝不安 之后他们来到了集市 去就我已经见 旺材热情地跟邻居们打招呼 只是那些气大呼巴哒 一看到他就吓得四os讨算 旺材觉得很奇怪 喝醉的老板娘 紧紧张张地说 旺材啊 你还不知道啊 你老婆和儿子 你挖下腰 从胯下看看 他们就知道 他们是 画面说完 老板的儿子连忙过来 捂住了老板娘的遂 示意她 别再说了 可老板娘还是不停地掙扎地说 娜娜 来啊 你让她来找我啊 我才不怕她 村民的奇怪反应 加上刚才跟娜娜打招呼的经历 让舅舅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晚上四个小伙伴在一起喝酒 舅舅就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 我妈曾说过 如果我安身从挂下看 就能看出这人是不是鬼 竟然听后却笑了起来 你的意思是娜娜是鬼咯 她只是太性感漂亮了而已嘛 说着就让舅舅去叫旺财出来喝酒 舅舅本身就害怕不敢去 但是自己又执拗不过其他三个人 再让自己又想看看娜娜到底是不是鬼 于是就撞着男子去了 可是到了地方 发现旺财家里一片狼藉 一看就是很久没人打扫过的样子 而且屋子孩子的摇篮也自己动了起来 就会觉得不对 转身想跑 后面却掉下来一个清菊 知道舅舅觉得奇怪 从两米高的屋台上伸下来一只手 拿走了清菊 舅舅当时吓坏了 转身就跑出去告诉了其他三人 可这些家伙都喝高了 根本不把舅舅的话当回事 说他一定是天大黑看错了 可是第二天 眼镜来旺财家拿东西 发现旺财家真想舅舅说的那样 一片狼藉 他想起就又说过 万一要从胯下看过去 就能看出这人到底是不是鬼 于是 这个 这个 你这打开的姿势不太对吧 大兄弟 我怎么记得 万一要从胯下看应该是这样的呢 因为眼镜上姿势不对 没有看到那样是鬼 所以回来就怼了就有一顿 人家娜娜定上的梅花质 我看得清清楚楚 根本就不是鬼 然后就傲娇的 据着大定去拉屎了 结果 他意外的发现了一具死尸 手上还戴着一枚戒指 四眼下了 屁股都没擦 就跑了 路上还不小心碰到了个马蜂窝 都跑回来的时候 已经被遮得面目全非了 这时 飞烟头挣扎娜娜的便宜 眼镜定睛一看 哎呀妈 那把手上那枚戒指 怎么跟尸体手上戒指一模一样 希尔一下就明白了 那尸体一定是娜娜的 眼前的这个女人肯定是鬼 于是希尔就着急的告诉大家 娜娜是鬼 但因为脸总的不成样子 发都做不清楚 没有办法 希尔连门找来指和笔 把娜娜是女鬼醒了下来 三人看后很吃惊 看吧 我早就知道她是鬼 就在这时 天空下起了大雨 汪彩过来叫大家进入庇域 但谁干进去啊 汪彩看到四个人在藏着什么东西 上次就把纸条抢了过来 打开纸条一看 整个人都震惊了 眼镜的结状又连忙抢回纸条 带着三个兄弟跑一小屋 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而旺财也七分地找到了娜娜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以为我会嫌弃你吗 你不是承诺过要做彼此的天使吗 天使是不能有秘密的 娜娜结状也哭了起来 对不起 我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把你接受不了 我怎么会接受不了亲爱的 我以前也有痔疮的 我 哎呦有痔疮啊 原本低着头泪眼婆娑的娜娜 当时就愣住了 娘子我也是一脸不逼啊 在对面屋看着呢 四个大伙伴也都傻眼了 什么出怪 也就是这时打开纸条一看 我哈 原来刚才的纸条 因为被雨水浸湿 上面的刺激都模糊不清 娜娜是女鬼 变成了娜娜有痔疮 对不对 你等一下啊 怎么先不说别的事 你看是不是在个脸儿 旺财你老朋友之娼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还是从你兄弟那里得来的信息 难道你就不觉得 这里面有事吧 大兄弟 你就不想问问 她的是怎么知道的吗 哦 既然旺财是个单初的人 不像我一样 是个机灵馆 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又更难拿抱在一起 腻歪了起来 但也就是自然觉得 不能就这么算了 再怎么说 旺财也是他们出生如此的好兄弟 不能就这么看着他 天天跟一个女鬼在一起 于是眼睛就跟鞠躬去找旺财 准备把真相告诉旺财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酒馆老板女的儿子跑了出来 说一位老老娘那时候 试图告诉王财 那那是女鬼的真相 所以昨天晚上被娜娜给吓死了 四个人知道后 当时就吓惨了 你老门是鬼的话 到嘴巴又咽了回去 那那显然也是看出了 这四个人的来历 但一直被这四个别途的打扰 也不是办法 既来之 责安之 先吓走他们 于是那那就把几个人 邀请来家里吃饭 还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 破树叶 烂草根 枯树枝 还有活不开的小虫子 旺财可能是被娜娜鬼阵眼的缘故 还一个劲的劝大家多吃点 四个人被吓得尿都出来了 女鬼就在身边 别人是输液了 在这个节目眼 就在去想也得吃啊 去大家吃得很兴兴 旺财又把自己的鬼儿子抱了过来 来来 给你们看看我的大胖儿子 舅舅借过一看 鬼儿子真的能死于眼 盯上自己 旺财还在一旁不停的说 你看你看 他多喜欢你啊 舅舅 轻轻的轻轻的 最终实在忍受不了的四个人 别了一个理由 坐上小船就离开了那里 大马泽站在岸边 对四个人悠悠的说 先吃萝卜 但操心 多管闲事 死脑筋 哼 今魂未定的四个人 刚回到住处 旺财又主动找上门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奇趣怪怪的 眼镜上连忙说 你老婆已经死了 在你身边的是女鬼啊 所有人都知道 就你不知道啊 大哥 旺财听我很兄弟 很生气 我把你们当兄弟 连你们也这样说 娜娜都已经告诉我了 村民们之所以那样 是因为我外出打仗的时候 村里很多人见色起义 被娜娜赶走后才这样诬蔑她的 现在你们也这样 哼 说着旺财就离开了 什么都说 世间最难得的就是战友情 四个好兄弟 为了让旺财彻底相信他们的话 就强行把旺财带到了小树林 旺财 你老婆真的是鬼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歪腰从裤装底下 看看她试试 旺财说 我早就试过了 那那不是鬼 眼镜听后接着说 那你一定是看到姿势不对 是从自己的当下看 别像我一样 从她的当 旺财听后很不耐烦 滚一辫子去 我看过了 说着就七分的离开了 四兄那件状又追着上去 却发现旺财打仗时 留下的旧伤复发了 不停的流着血 眼镜觉得很奇怪 这么久的伤了怎么还没好 这时天空突然打起了肝雷 眼镜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旺财打仗的时候是胸口中的蛋 明明是死定了 居然还能活下来 我前眼天看到 那具尸体上戴的戒指 跟娜娜那个婚戒是一样的 如果旺财从胯下看过 娜娜不是鬼 那戴着婚戒的尸体 就只能是旺财的了 说不定旺财在打仗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尸体被送为家乡下丧 而他们几个却不知道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眼镜就问旺财 是否有跟娜娜一样的戒指 结果旺财还真有 就跟自己的猜想一样 眼镜连忙拉着几个兄弟 撒鸭子就跑 直到旺财没有追上来 他们就停下来商量 既然旺财是鬼 那不能让娜娜 一直跟鬼待在一起啊 更何况那是一个 那么漂亮的未亡人 飞烟头一停兴奋坏了 对对 旺财的老婆 一定要用我来守护我 于这次兄弟 就找到了娜娜 皇城这里 马上就要发生战争 旺财现在要去收集粮食了 让他们先带走娜娜 娜娜听后 一浪一浪的 迷迷糊糊的 跟着他们上了船 但是因为船身的人太多 开始慢慢下沉 于是几个傻兄弟 就开始把不重要的东西往下扔 但是扔完了船还在下沉 于是 最后他们把所有能扔的都扔了 包括滑船桨 在这时 旺财突然出现 朝着小船跑来 结果因为腿抽筋 差点被淹死 四兄弟一看觉得不对劲 如果旺财是鬼的话 那肯定不会拎水啊 早就飞过来怒死他们了 旺财不是鬼 不是鬼 又是几个人 又把旺财挖挖上来 那么问题就又来了 如果旺财不是鬼 娜娜也不是鬼 那谁是鬼 那个戴着戒指的尸体 又是谁呢 就说着 小胡子的身上 就掉下了一个 跟尸体上一模一样的戒指 几个人见状 当时就愣住了 哎妈 该不会有小胡子吧 于是眼镜人 二号不说 就把小胡子踢下了船 就在大家 几多把脸 用手滑着船 想要逃跑的时候 娜娜突然递过来一个船桨 眼镜人一下就愣住了 等一下 这船桨刚才不是被扔了吗 那么老远 那坐在船上是怎么拿到的呢 一个可怕的镊头 突然在心中响起 于是眼镜站紧身 玩下腰 从裤裆底下往后看 结果不看不要紧 娜娜果然是鬼 于是眼镜人 赶紧带着兄弟们 跳船往岸上游 为了防止旺财 真正不误 不相信娜娜是鬼 娜娜还打晕了旺财 托瑞塔来到了寺庙 群修高森的保护 电视机败露 娜娜也不再隐藏 大二大百的走了进来 大事件状一脸镇定的说 剩下的几个人 当时就疯了 就在这时 小胡子也赶完过来 厌明了自己不是鬼后 小胡子就说出了 自己为了发财 而脱走尸体上戒指的事 然后几个人 就七嘴八舌的相后 指责了起来 这个吧 站在一旁的娜娜惹毛了 嗨我去 再怎么说 我这个鬼还在呗 你们也太不把我当故事了吧 就没人考虑过 我当鬼的情绪吗 哼 于是他一怒之下 锁住了所有门窗 然后以倒挂进座的姿势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四兄弟吓得了 连马围在一起 你都死了 为什么还要害人呢 为什么非要缠着旺财的 九怪的老板娘有错吗 你为什么要害死他 娜娜却哭着说 九怪的老板娘 是他自己喝酒喝死的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至于旺财 我只是想跟我爱的人在一起 有错吗 旺财听后也哭得泣不成声 娜娜见妆走过来 轻轻地擦拭着 忘死的眼泪 对不起 老公 别哭 是我吓到了你 我只是想多陪你一天 答应我 我所厚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对不起 我爱你 旺财听后 一把鼻涕一把泪 娜娜 你不用走 我虽然笨 但我不傻呀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人了 啊不是 我早就知道你已经死了 所有人听后都愣住了 原来在那天 四个兄弟逃走的时候 旺财就已经从胯下看过 知道他是鬼了 只是旺财难以接受 他也想多陪陪娜娜 不想就这样离他而去 娜娜给自己送来 用树叶和虫子做的饭 旺财也是假装很好吃 全然不知的样子 称赞老婆的饭菜 羞涩可餐 跨三娜娜 温柔贤惠 娜娜听后哭得更痛了 可是我已经死了 人鬼殊途 我们是不可以在一起的 旺财却坚定地说 死了又怎样呢 爱是可以快有物种和生死的 我们在一起又有什么错呢 娜娜听后很感动 可我是鬼 你不怕我吗 旺财说 怕 但是相比怕鬼 我更怕失去你 只是 我有一个要求 你以后能不能别刀挂天上了 这他妈的有点吓人 娜娜听后破片而笑 嗯 我答应你 然后一人一鬼 就这么拥抱在了一起 啃了起来 一旁的四个兄弟 都看得老泪搜横 太感人了 这情节也不怕是电影 这他妈的遗憾了 故事的最后 孟财和娜娜 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四个好兄弟也不再害怕 留下来和小夫妻两个 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而他们的行为 最终也赶害了村子里的所有人 接受了娜娜是鬼的事实 并跟他们和谐地生活在了一起 娜娜会挂在房子上 帮大师修复 寺庙漏水的屋顶 我怎么就逆呦 算了还去鬼屋 去扮鬼来吓人 打零路赚钱 那个 你等一下 上我旅旅啊 一个女鬼 去鬼屋扮鬼 打工赚钱 这他名字还要扮演吗 直接在家里卖片 演出不香吗 真是脱了我裤子看王婆 多死一局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这条而言 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恐怖片 所以说是恐怖片 我就笑了姨妈疼 不说了 你们自己品巴 我是女卢小小 喜欢请在关注我哟 爱你们哟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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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闲